12月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在发布会上介绍 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老 人民当家做主构建的 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运转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这些制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 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 有效保证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相统一 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 白皮书强调 中国的民主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想结合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 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 关注国家发展大势、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 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多体现人民意愿 听到人民声音 有效防止了选举师漫天许诺 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白皮书强调 评判一种民主形式好不好 实践最有说服力 人民最有发言权 近日美国即将召开民主峰会 有记者提问中美是否正在陷入一场民主话语权之争 对此徐林回应 对各国追求民主的探索和努力 充分尊重互学互建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我们始终坚持对各国不同的民主形式 因开放包容 求同诚意 少数国家 以同我戒对 非我戒错的霸道思维 把其他民主形式 视为不民主 甚至进行排斥 打压 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他们自身民主 有着斑斑劣迹 国内治理一团招 却对别国的民主 指手画脚 横加指责 这难道就是他们标榜的民主吗 美国自诩民主领袖 组织和操弄所谓民主峰会 实为以民主为坊子 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 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 进行打压遏制 这种假民主之民 行反民主之实的行径 将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笑话 注定是不得人心的